馬定勝負的環節之中 馬西德爾擊敗日本 可以進入星期日的決賽 第二場的四角藍燭邀請賽 亦都隨即上演阿根廷對中國 阿根廷黑虎淺藍色直鑑球衣 場銀數剛剛多過一萬人 連接收入接近八十二萬 場面一般 預料決賽日應該會更加多觀眾 阿根廷首先有接球開出 很可惜 這十四個球員高樂圖頂起來 沒有巴西的十五球員這麼有收穫 比賽開始的時間 打來兩場比較 這一場比較亂了 但是速度很快 阿根廷有機會 有十五球員好球之後 杜明股斯交給羅沙爾斯射入了 這兩個球員在賽事裡 我們感覺非常有默契 阿根廷的九號球員羅沙爾斯 接應 道明股斯的廟傳 真的加得很漂亮 射得真的很漂亮 兩個球員都是抵賺的 阿根廷領先一比零 真是比得很漂亮 擺到位置那裡 中國隊的後衛 張瑞想趕到巴西的時候 始終都是慢了 是幾馬的距離 一比零阿根廷不認識 這條衝 對 還有米露天奴 在聊天 米露天奴 要來選擇 這是未來的大局局 應該是 這個狀態發揮得很漂亮 高了就可惜了 射得過 這個球 好了 看看這次的攻勢又如何 一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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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為 但是呢 有人呢 就是跌了在那裡 球證呢 先吹停了 撐到喔 可能兩個轉身的時候 撐到喔 吹佛呢 這個阿根廷 走開 這個佛球很漂亮 由五號的徐亮 是射入這個佛球 是追成一比一的 這個佛球很漂亮 香蕉色 香蕉形的弧形佛球 看看 一路西 西奴還沒底 是入網 一比一 中國隊呢 是追成定手 一路西 是這邊 碰到一下的 但是這個球呢 很漂亮 結果呢 就是追成一比一的定手 這個是沈祥福 中國隊 清吾軍的教練 好了 中國隊來了 黃欣 黃欣欣呢 黃欣欣呢 跌到地球 最比… 十二馬 可能是 看看是不是 還要比牌 看見嗎 幾張黃牌 看一看萬劍是否勾到 一拉過來 對呀 勾到腳尾 左腳勾到對方的 左腳腳尾 勾掉了 整張黃牌 你看看 勾人的呢 就是高樂圖 好 十二馬主席呢 入網了 二比一 那由呢 這個 張耀坤呢 射入這個十二馬呢 是 中國隊後來追上了 跟著呢 還有很多攻勢 中國隊看如何 好 這個撞場漂亮了 曲球 大局卻來了 曲球 哎呀 很乖巧啊 他不勁射 輕輕的切高的球 好球 曲球這個球呢 自取 三比一了 似乎這個戰果 非我們賽事二來所及 的確是因為阿根廷的青年隊 在這個細青杯 過去都很有成績 相反中國的青年隊 在細青杯 就沒有明顯的戰績支持 但是這一場賽事 這個中國隊打來 雖然很落後 但是很定蕩 你看到谷球這個球 入得真的很乖巧 想不到 他這個時候 是壞嘴的球 這個球 他一個隊友做的狀場很漂亮 他自己一推加速 難得他用右腳切的球 這位抽馬 有左腳可能不重 拉攻 但是他用右腳一切切的球 真的充滿足球智慧 結果中國就三比擊敗阿根廷 獲得進入今天下午的決賽 今天下午決賽 中國由中國和巴西爭取冠軍 而我們在比賽台 晚上十二點二十分氣 都要播出今天下午比賽的精華見段 大家留意了 至於上星期和大家玩的問答遊戲 答案就是日本、中國巴西阿根廷 而這三位朋友 將會得到 Umbro時虎運動手錶一隻 價值一千二百八十元 香港表積極備戰世界杯外圍在 上星期…